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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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舞台動力實驗室 然後這是我的TD期末作業 是升降旋轉咖啡杯 那我先操作一次 這個開關 然後它的原理是 一個小馬達 簡速馬達 然後這裡面有一個斜面的圓 然後我的齒輪 是用瓦輪指板裡面關 那個熱龍膠 然後中間用 那個吸管加 竹塊 然後那個斜面上面 因為斜面的 我是用那個封扣 然後挖一個軌道 所以裡面我會貼一個 膠帶 然後讓它的摩擦力減小 然後所以 其實走起來沒有很順 然後再轉給大家看一次 然後因為裡面要上下 所以我裡面的 把原型改成斜面 裡面 裡面的運作 就大 大致是這樣 好 歡迎來到舞台動力實驗室 大家好 我做的是鳳飛飛 一直會飛的龍 然後我用 圖輪原理 去讓這隻龍 會飛 然後我用了三個圖輪 中間是 控制翅膀 最右邊是 控制頭 最左邊是 控制尾巴 跟後半身的部分 因為我用的材料 是木頭 所以它會比較重 我怕鐵絲 會支撐不了它的重量 所以我用了兩桿 凸輪 去支撐它的頭跟尾巴 然後用圖輪向外相反的位置 去讓頭尾有上下位置之差 所以當頭在上面的時候尾巴在下面 所以在飛行的時候 它頭尾就會甩得更厲害 將腳和尾巴用線連接起來 所以當尾巴向上的時候 腳也會跟著向上 為了讓兩隻腳變化不一致 所以將綁點綁在不同位置上 讓腳有高度的差別 下巴連接比較寬鬆 所以在飛行的時候 下巴會晃動 營造出嘴巴在動的樣子 在身體中間做了一個支點 鐵絲連接頭跟尾巴 並且觀穿那個支點 在圖輪運作的時候 會有上下甩來甩去的效果在 身體還開了一個限制翅膀的窗子在 它用來限制翅膀在上下運動的時候 因為窗子而會翹高翹低 所以造就它有翅膀拍打的效果在 讓它有肥更高的樣子 好 歡迎來到舞台中間實驗室 我要計算一下我今天做的技術 就是這個呢 它是一個金字塔舞台 金字塔升降舞台 它整體是一個三角形的造型 然後它切成四個三角形 就是一二三四 可以看一下這個 其實它總共有四個三角形 然後外面這三個它會升起來 合併成一個金字塔 然後中間這個它是一個三軸的 三軸的平台 所以它可以做任意升降的模式 這樣子 好 所以我可以 我先來示範一下 就是首先是外面三個的金字塔合併的 這樣子 這樣子 啊 歪掉了 再一次 這樣 這樣 它就是 它可以合併成一個金字塔 嘿 就是這樣 然後 然後是中間的三個 它是透過液壓系統去完成 這樣 好 現在可以 伸起來 然後它是透過 它是透過這個 萬象接頭 去做到各種角度的運作 所以我可以 任意升降 任意升降成任何角度這樣 對 好 大概就是這樣 呃 等一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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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來到舞台動力實驗室 我是巨射二的王宇彥 我這次的技術設計期末作業做的是 雞翅巴 雞翅巴 然後它的使用方式是 拉這邊 這邊就會起來 然後 這邊可以拍動 然後 然後 就是 它這邊運用到的原理是 其實 就是 固定指點 然後這邊是槓桿原理 然後配合旋轉的話 這樣子 拉它就會起來 然後 加上 這邊有彈簧 所以會有回彈力 不只是重力 它會有回彈力把它拉回來 然後 這邊 基本上也是槓桿 一往這樣子拉 然後 這邊是指點 然後這邊有一個橡皮筋 會把它勾回來 所以它就會 這樣彈回來 對 然後 我會想做翅膀是因為 就喜歡翅膀 對 它原本應該要有羽毛的 是 原本啦 然後 然後 雷布可以給你一對翅膀 但是雲焰不行 因為它連自己的翅膀都差點做不出來了 所以它只能對你說一聲 加油 好 好 好 歡迎來到舞台動力實驗室 我的起迫作業是恐龍尾巴 但是它其實也可以是別的尾巴 我主要是要讓它上下左右 可以讓它上下左右 可以分開控制 然後就是可以調出各式各樣的角度 那它主要的原理是用兩條 兩個loop 然後去控制一個是上下的 然後一個是左右的 上下一個 上下跟左右 就是交叉的 交叉間隔 然後這樣它就是會可以 有上下的部分 有主要的部分 然後 間隔這樣連起來 會比較自然 就是會像 會有種像 一般的脊椎那種感覺 那我現在就來示範一下 上 下 然後也是我 和右 對 就這樣 嘿嘿 歡迎來到舞台中立實驗室 我是巨蛇二的林冠真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我的技術設計一的起末作業 他叫做起末作業 然後 它是一個三層的升降平台 然後它的 它的上升的原理是 可以看這張圖 它是靠繩索魚 跟滑輪 就是這邊 這些點都是鎖死在這個平台上面的 然後這邊下拉的時候 因為 這邊被下拉 這邊就會一起上升 然後呢 其實 這個 因為它是 一起連動的方式 所以 它是一個 費力省時的裝置 所以 在拉動的過程中 又花費 比較大的力氣 然後 就是其實 製作過程中 其實 碰到最大的問題 其實是 因為 原本它是 一個包覆的 的裝置 然後 但是 我後來在上市的時候 就是發現 顏料的抹擦力很大 然後就是 剛上色完之後 它上不去 然後 後來是在 它的表面 外面上抹了辣 它才 比較好拉 好 最後再開機 可以看一下滑輪 好 謝謝大家 歡迎來到舞台通力實驗室 這次做的是 Derek Haugger的 動態雕塑蜂鳥的仿座 原作運用了大量的齒輪跟機械的結構 來完成 瘋鳥飛行的樣貌 然後 我的 綁座在 組件部分 可以正常運作 但是 到了 結合的時候 就是因為 軸心的部分 無法 充分固定 所以沒有辦法 做連動 只有 翅膀的部分 可以 做 正常的運作 然後 除了固定不足以外 失敗原因 還有包括 雷切的 精準 也許有一些設計上的誤差 還有木頭摩擦力的問題 首先是翅膀的部分 這部分運用了 四連桿 以及 萬象解頭 來做運作 衛魚的部分 藉由 翅膀 還有一個 滑桂 來讓它 在 擺動的時候 能夠做出 承開和收縮的動態 這裡則是藉由 一個叫 百線齒輪的機構 以及 凸輪的結合 讓身體 可以有一個 沿著凸輪運作的動態 你的身 讓我偷恨我自己 遇上一個 說我的騙子 好 好 歡迎來到舞台動力實驗室 我是29號515 然後我的請問作業是 遠夫俠的翅膀 好 好 先看這個 就是 是用一個 勾子 然後把它勾起來 就可以 讓翅膀收起來 然後 打開的話 我是想要讓它有瞬間 彈開的 的效果 所以 就你把它往下拉 勾子脫開 它就可以 它就可以彈開 然後 運用的原理是 連桿 學習心得的話 還好 先這樣 歡迎來到舞台動力實驗室 我的作品是波浪小精靈 然後 先示範一下 它會這樣子呈現波浪狀的 上下移動 然後呢 我是 五個小精靈 為一個波浪 然後總共有六個波浪 然後 就是 我 六個波浪裡面 會有 每一組都有 12345 這樣子的 位階 所以呢 我會把每一個波浪的 一一都進到 同一個上面 同一個點 然後呢 以此類推 這樣子就會呈現不同的高低差 所以 移動這個圓盤的時候 就同時會動到說 我的 小精靈 然後 對就是 這樣 然後但是五個 小精靈 有點呈現不太出來 一個波浪的感覺 其實 理想狀態 應該是八個小精靈 會比較 好 這樣 然後就是 遇到的問題就是 發現線有點太細 然後 會有打尖的狀況出現 所以如果 下一次還是要注意線太細這件事情 然後 對 差不多就這樣 謝謝大家 哈囉 歡迎來到舞台動力實驗室 然後我是巨色系大二的黃柏龍 修技術設計一 這一堂課 然後這一次是 我要做的專題叫做 轉轉搖頭燈 然後 我們先 話不多說 先關燈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小鼻子 對 那我們小邊幫我們靠近一點 可以看一下 對 然後現在呢 我先操作的就是 拇指型的搖桿 然後它是分別控制它的上下 上 下 上 下 好 然後左右呢 是老師提供的可變變足 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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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兩個加起來的效果會是怎樣呢 好 假設說我們現在以下為主 好 就慢慢轉 OK 然後它就會慢慢的輪到裡面來 然後出來 到這邊 然後假設下的話呢 也可以從裡面出來 再進去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先開燈看一下 所謂的拇指型的搖桿跟可變變足 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上面這一個 它很可愛 因為它 叫 俗稱叫蘑菇頭 然後這個呢 就是很常在一些 MISER上面看到的 就叫可變變足 然後 這一次的運用呢 就是兩個墮機 跟那個 可 可探照式的 燈具 然後 原本是要用RGB供養 然後可是因為 就是亮度不夠 所以改為這個 然後 呃 這一次也是 花了很多時間寫 Arduino也是一些老師的幫忙 然後我們是 好不容 然後我們也注意到 轉轉遊燈 大家掰掰 掰掰 歡迎來到舞台動力實驗室 今天要介紹的是 翻葉板 以及編速箱 來 請看示範 好 現在我們單純動這個 所以這邊要給它 解掉 這邊出了一點意外 沒事 把它修正掉 來 我們現在 把這個取消連結 然後 直連結這個 好 注意一下這次的問題 以及反饋 第一個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的變速箱 它其實 有 一點變速的功能 可是 因為 轉 單轉這個走的話 會造成 這邊的磁力帶大 以及視力不易 所以 現在改成 這個走的方式 去做旋轉 然後第二個是 在安裝齒輪軸心的部分說 這邊其實 沒有按轉的很正 所以它 轉的時候 又是 正常的一個 直線的 旋轉 所以 也會造成 這邊和這邊 連結變速的時候 不易 所以 無奈之下 才會 調整為 以這個打桿 做高的連結 然後第二個 這個 翻葉板的問題 所以 呃 這邊的時候 在 這個結合的時候 其實它 並不是很漂亮的 一個直線 所以 它會造成 有時候 沒有吃到 所謂的很漂亮的地 這邊問題 主要比較大 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實 並不是 那麼正確的一直線 所以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 它會 沒有吃到 就像這個時候 然後 最後一個問題 是 其實它們兩個 並不是 完全的 同步運轉 它有時候 因為 沒有吃到力 這個是例外 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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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吃到力的時候 它們 判動的速率 會 不一樣 好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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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會 對 大概就是 這些問題 謝謝大家 今天來到 五台動力實驗室 我是 參加 2021年年初的 期末展的成香題 然後修的是 TDE 我做的主題是 檢視結構的升降平台 然後先簡單解釋 什麼是檢視結構 這邊有個類似於剪刀的東西 然後 它的概念就是 在底端的這一端 假設是這一端 固定的話 另外一端 朝這個固定端 靠近的時候 平台會升起來 遠離的時候會降下來 這就是簡單的 檢視結構 然後 我做的這個是 一層的檢視結構的升降平台 然後 我採用的 驅動的方式 是用螺桿 這中間是一隻螺桿 然後這邊有一個螺帽 然後就是 透過螺帽 在這個螺桿上不同位置 來操控它的 靠近跟遠離 對然後 我這邊有做一隻把手 就是為了比較方便操作 這樣子 它就會升起來 然後反過來轉 它就會降下來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 另外還有一個 重點是 這裡 這裡 這裡其實有用一個 軌道 軌道的滑輪 軌道滑輪 但其實它就取代輪子 在一般的檢視結構的升降平台裡面 通常都會用軌道跟 跟軌道的 滑車的輪子 而不是用這種 滑輪 對 但是 因為我附近的 沒有找到 所以就只能用這種替代 那還算可以用 這樣子 然後在固定的方面的話 我是用 防鬆螺栓 防鬆螺栓可以固定 就是螺絲 螺絲的中間保留的寬度 然後可以避免那個 螺栓就是掉出來 在 操作的 不斷重複操作的過程中 掉出來 大概是這樣子 其實算是一個 蠻simple的 蠻簡易的結構 對 謝謝 歡迎來到舞台動力實驗室 我是紫燕 那眼前看到的這個結構 叫做 泰奧養生機構 那又是大家稱的 仿生獸 那畫面中會有三對角 二 三 然後我們簡化一下 這個複雜的機構 我們就從 最前面這隻腳來講 那很明顯的 在畫面中會看到 有三個定點 上面一個 跟下面兩個 對 那其實仿生獸的原理 就是一個大型的連桿 它利用中間的這個 軸 去帶動 整隻腳 對 那現在就是 我現在是三 三對角連在一起 所以我為大家示範一下 或者轉動 最後面的這邊 就會帶動前面的這隻腳 對 那整個機構就會動起來 恩 謝謝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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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來到舞台當地實驗室 我來接下來一下我的 它是劇場黑人裡面的櫻火蟲 那 等一下我會開開關 然後開關會驅動三個步驟馬達 然後其中兩條線 是改成電線裡面會串連一個 LED燈泡 那待會 LED燈泡 LED燈泡就會亮起來 然後在空間裡面隨著馬達 去帶動它 然後在空間裡面游走 我們現在就來打開開關 然後這裡有一個觀景窗 然後底片遮光 所以要透過這個觀景窗去關上 那現在就是有一個 像螢火蟲一樣的燈泡在裡面 隨著程式 讓它可以 自動的行走 那我打蓋子打開 從這裡看比較明顯一點 就是用三條線 去控制它 那我裡面放了一些 家具把它佈置成一個房間的樣子 那光跑到哪裡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房間的小角落 然後 那現在就是 有使用一些 Arduino層次 那我們就看一下旁邊 因為我 寫的 讓它可以 這樣子 自動的 走一步一步 好 大家來 繼續看這個 我的作品 很棒很棒 就這樣子吧 歡迎來到五台動力實驗室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做的這個 星空木 好 然後呢 我最主要 使用的材料是 光纖 就是 光纖 它會 進行全反射 所以 光可以變得很亮 然後呢 我這次 如果你要使用我的星空木的話 那 你要先 把後面這些 然後 你就可以看到 後面有兩個 手機 手機架 然後是希望觀眾用自己的 自己手機的手電筒 就可以 像 這個盒子 像這個 星空木發亮 所以呢 你可以找 朋友 一起 拿你們的手機 然後 打開你們的手電筒 然後 然後 打開手電筒之後 再把這塊布 蓋回來 然後就可以看到 星空有發亮 然後呢 如果你要讓星星閃爍的話 這塊布這邊 有一個 電池的開關 然後 我是做了一個 做了一個 Gobo 然後 裝在馬達上 所以 Gobo會旋轉 然後 透過 有遮蔽的地方 跟 沒遮蔽的地方 決定光線的出現 這樣就可以讓星空閃爍 這樣就可以讓星空閃爍 然後 現在我把電子 星星就會閃爍 這就是 這次的 星空木作品 謝謝大家 歡迎來到舞台動力實驗室 歡迎來到舞台動力實驗室 我要介紹的期末作業是飛來飛去 吊來吊去 來來又去去的懸吊裝置 現在看到的是程式碼的部分 大概看一下就好 然後直接從作品的方面來介紹 作品一共由15個布林馬達加控器器所組成 而15個馬達又有三個三個分產一組 布林馬達所連接的是車機所用的鎖子 用來懸掛下方的懸吊物 而這次所選擇的懸吊物為三角形的木片 總共五個 而布林馬達的連接是連接到旁邊的麵包板 再連接到Arduino板子 以連接訊號 而電力的方式則是透過5V的電源供應器來供應 最後請看懸吊裝置所實際動起來的畫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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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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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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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喔!然後這個也可以動 它裝上去 就是前腳勾後腳也可以動 但是呢 它裝上去之後 就不會動了 所以寒假再繼續努力吧 它就會變成完整的嘛 不會粉絲